日本一项研究指出,开车上路碰到连续红灯,高龄者会比年轻人更容易动怒,据称跟大脑左额叶增加的养血红素有关。 研究团队希望这项研究结果,能让高龄者在驾车时更加留意。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,开车如果遇到连续红灯,年龄跟情绪变化有关系吗? 日本名古屋大学副教授川河申幸等人的研究团队指出,如果遇到连续红灯,年轻人不太会为此有怒气,但高龄者则相反。 川河等人的研究团队,让受测者在模拟装置内驾车,过程中不断地碰到红灯,再看受测者的情绪变化。 受测者分为65岁到74岁的20名高龄者,以及19岁到31岁的22名年轻人,测试环境是连续碰到4次红灯必须停车等状况。 每位受测者单独受测,然后借由驾车前后的心理测验,来测量动怒程度。 结果显示,高龄者这组受测者,在驾车后表示怒气的数值,比平常测出值来得高,年轻人这组则没有明显变化。 如果驾驶环境变成连续绿灯的情况,高龄组或年轻人组,在情绪上都看不出有时模变化。 因为红灯而必须停车时,在高龄者大脑作额夜会增加养血红素,oxyhemoglobin,升高攻击性。 川河说,容易有怒意的驾驶,驾车通常容易发生危险,希望高龄者在知道自己有可能心烦气躁的情况下,在驾车时更加留意。 他说,未来将持续研究如何在驾车时能抑制烦躁情绪的方式。